好 刚刚吃完KC现在来吃甜点了 这个离KC几步路的这个地方 就是不能说清西兰 反正霍林顿最好吃的这个华夫饼 它是热的这个华夫饼 然后我们现在来点 10块钱一个华夫饼 他家找没长家我记不太清楚 这个因为原来吃的比较少 但是这家华夫饼绝对是最好吃的 然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华夫饼是怎么做的 你看他的菜单基本都是10块钱12块钱 妈呀这个物价比奥克兰便宜多了 这个绝对良心 真的比奥克兰便宜 它是会放一堆做华夫饼的原料 挤进去 它里面这个真的好热 我现在能感觉到热浪滚滚 而且他一直放个电风扇在这吃 这晚主持来一个甜点还是非常惬意的 它这个店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你看我手这么大 他这个店只能到头了 这边就到头了 这个店非常小 但是在林顿是非常受欢迎的一家店 看一下他这个华夫饼 马上都做好了 差点被吹跑 不知道他为什么上面放那么多孔了 他这个华夫饼就做好了 真的是卡路里炸弹啊这玩意儿 他这个上面挤了不少奶油 然后这个这是啥 尝一口 他们就烤得非常脆 我给大家尝一口 应该能听到味道 听到味道 听到声音 烤得很脆很脆 很热吃一口 这边华夫饼就是这种现做的 烤得有点焦了稍微有点 就拿个 大家记得拿叉子吧 然而你想直接吃也行 可以了 可以了 那下面这个华夫就是刚从锅里面做出来的 它上面这根奶油 奶油是冰的你知道吧 你看在这上面慢慢融化 所以到你嘴里你觉得一会儿热一会儿凉的 那是Barris的果酱 有点像大家早上吃Toast 你刷了这个蓝莓果酱的感觉 但是这居好吃 因为它外壳烤得非常脆 但是里面这个 那里它是做得非常非常松软 可以可以可以 有非常非常重的牛奶的这个香味 就是新西兰这边特有的 一人炫尿一整个真的 味吹灰之力啊 真的好吃的停不下来 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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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好好吃 它基本 每种口味的华夫 都很有特点 然后大家基本来照着那个菜单上面随便点 反正就不会出货的 吃完KC过来点一份这个华夫饼 管饭加甜点给你安排的妥妥的啊 OK这个华夫饼摊店就做到这里 而且主要是这家叫这个 这叫这个hot waffles 然后你再看 边上是那个 那家叫的library 它是酒吧 基本就是晚饭一条龙斧 吃完KC过来吃华夫饼 吃完华夫饼上去喝酒 就是这么回事 好了这个今天10年就拍到这儿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哦